政制禁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說 已經向選管會反映 希望在9月立法會選舉 有關外安排接護長者 也會研究在醫院接票集 馬晴晴報道 接連多日都有建制政黨和團體請願 建議9月立法會選舉 加隊給老人家優先投票 曾國慧說聽到他們的聲音 政制局都認同選舉要有關外貼心的安排 希望選管會適當安排 當然了 我們不是要施壓 只不過是我們將情況如實地說出來 大家可以考慮試想一下 如果年紀70歲以上 如果選舉的輪候時間比較長的話 在9月份大雨天的情況下 老人家的確是有輪候之苦的 有民主派就認為安排不必要 選舉主任本身可以按票站情況 彈性安排 早上有很多長者排隊的時候 你就算有關外隊去排也好 你仍然面對很多老人家在關外隊上要排很長的路 我反而會覺得你是會令到受到場地局限的選舉主任 反而無所適從 議員關注的還有身處外地的選民 如果只是回香港投票之後就離境 可不可以豁免14天強制檢疫呢? 曾國外說還要研究 又會考慮在醫院設立投票站 容許接受強制檢疫的選民短暫出去投票 至於在機場禁區設立票站 他就引述選管會說 很難預備選民明冊未必可行 有線電視記者 馬淨淨報導 提議中 étaient已公司 一齊電視記者 馬淨淨 採吳特別拜託 Чっかり